接下來我們會有些動作可以幫助大家在家中訓練到心肺 第一個是比較簡單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家中做一個熱身 叫做Jumping Jazz 做的時候很簡單 當你要做的時候 把手打開腳都一樣 腳合起來就可以了 你可以繼續這樣跳 要計算30秒至1分鐘 去做一個熱身 也可以訓練到心肺的功能 這個動作我都經常給學生 是用來做一個熱身的動作 因為簡單 而且也可以訓練到心肺的血調升 也不需要特別學 應該小時候在學校 在PE課之前都會有這個動作 還有5秒 2 1 完成 這個動作你可以選擇做30秒至1分鐘 兩組 當作一個熱身 如果你想在家中訓練多一點心肺 下一個動作可以連全身的肌肉 胸、背、手都會用得到 不靜止心肌勻 好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波比跳的動作 相信有做健身或運動的人 對這個動作一點都不陌生 首先我會示範一下這個動作怎樣做 做的過程之中 除了訓練到核心肌群 亦都可以訓練到很多不同的肌肉 例如胸、背和肩膀 基本上是一個全身性的動作 亦都可以訓練到你身體的協調性 做的時候把手掌放在地上 重心是要把肩膀對正腳掌 然後向後跳的時候 都要收緊核心 跳回前 然後站上來 按上去吸氣 呼氣 記得下去的時候 不要不收緊核心 把肌肉放下去 同時要保持著收緊核心 護膚 你可以選擇 10至12下為一組 不要增加難度 都一樣 是可以將你的早數和下數增加 或者可以加少許的動作 就是下去的時候 將胸口加起來 再推上自己 才站起來 好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 在家裡不需要棄材 或者甚至簡單的工具 都可以做到的一些訓練 所以大家在家裡 就算work from home 都可以維持著這個運動的習慣 希望健身室可以快點開關 大家可以找你的教練一起操爆它